做預購12月8號正式啟收 那這一次總共有17檔的節目 然後102場的演出 102場其實有點 如果熟悉TIFA的觀眾朋友 一定會覺得很意外 就是為什麼會是102場 等一下我們說明一下到底是什麼原因 大家打開 這邊要吹上去 活動開始前都會有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所以在這兩年 就是在準備2020TIFA的時候 其實大概我們就從2018年開始 就做TIFA的research的功課 所以今年的這十幾場真的是精選 精選的節目 然後我非常需要 就是節目的同事的幫忙 所以今天就特別邀請 就是我們兩天 節目企劃部的經理 施新元施經理 來跟大家見面 請大家掌聲歡迎他 大家好 可以嗎 有 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對 可以 好 好 他是唯一 也不是唯一一位 就是我們節目部的同事 每年都會出國去看 各式各樣的國外演出 以及他們接觸任何 所有台灣 我們認為有潛力的藝術家 在他們花兩年的時間 規劃底下 今年TIFA 我們挑了17檔 那為什麼是這17檔 所以接下來我就會請 新元來跟大家介紹 所以先請新元上回座位上 好 然後 呃 我想大家會很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 TIFA到底是怎麼選節目的 然後近兩年我們是不是在 節目的挑選或安排上面 有做了一些方向上的調整 就是這兩個問題我想說先請 那個新元跟他聊一聊 好 呃 對於藍聽院來說 TIFA是 嗯 藍聽院在展現 呃 不論是國內或是國外的 標語藝術趨勢跟創作能量 非常重要的平台 我們把它定義為 呃 台灣看世界 以及世界的 厲害的策展人看台灣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平台 所以呢 呃 在國外節目的挑選上面呢 呃 大家可能會發現我們有越來越多 第一次來台的 呃 嗯 年輕的創作者 可是其實是 非常有才華 在歐美都一名驚人這樣子 包括像今年可能大家有印象的 Christophe Ruppin所帶來的 呃 夜半古生 以及Middle Rao 他其實都是 相對來說都是 35到40左右的創作者 所以呢 對我們來說 呃 我們會邀請所謂的 現在已經非常知名的 當代的大師 可能大家都已經 也都有所能想 以及對我們來說也是 未來的大師 但現在是明日之星的 這樣的創作 那最重要是 他們的作品 能夠讓我們去關注當代的議題 並且 並且引領我們去想像 呃 對於未來的一些可能性 跟一些表演形式上的趨勢 那國內的節目的部分 我們會 蠻鼓勵 呃 台灣的創作者能夠針對 呃 當代的文本 自己的文本 以及就是這塊土地的文化 來所做的創作 同時我們也會 待會你也會發現 我們就是也積極的鼓勵 呃 台灣的創作者 跟亞洲的藝術家 有一些共生的創作 我們希望能夠在 呃 過去大多 我們都偏向注意 歐美的創作者 這樣子的一個 歷史脈絡下 我們可以回來看看自己的鄰居 然後同時 在亞洲這塊領域上 有更多的琢磨跟了解 也希望兩天院可以成為一個 能夠引領亞洲的當代 多元的藝術觀點很重要的一個平台 呃 所以 TIVA如果作為一個 呃 藝術節 然後當作是 呃 藝術家們的呈現的平台 目前大概會有聽到兩個關鍵字啦 第一個 就是未來 哦 就是我們挑選 或我們認為有潛力的年輕的創作者 就是 未來會在TIVA更長 哦 更 頻率 出現的頻率會更高 然後再來第二個 國內的 國內的創作者 我們會鼓勵他跟台灣的這個土地 然後做連結 然後 找出 可能相關的議題 在TIVA做呈現 這個大概是我們未來 哦 近兩年 以及未來 TIVA在操作的方向 然後 如果談到未來這件事情 我們就會進到TIVA的第一檔節目 這檔節目 我想先請 呃 新人經理介紹 這個 團名很怪啊 叫做 如果可以甜甜我的心 劇團 對 好長的名字 對 非常長 這個劇團的主要的創作者 其實 呃 主要的核心創作者 呃 我的聲音變大聲 就是 Julian Gosselin 他 呃 我覺得他非常的傳奇 他今年 到明年他來的時候 他才滿 33歲 他是1987年出生的 然後他也創下了很多的歷史 他是 雅威諾已經 藝術節已經大概快 已經超過70年了吧 他是這 70年的歷史以來 最年輕的 被受邀的藝術 的創作者 他在26歲的時候 就受邀到雅威諾硬去演出 然後 那是2013年的事情 13年那個演出是 是 呃 是那個 維爾貝克的 《無性繁殖》 他改編了當代的作家叫 法國很重要的作家叫 《維爾貝克》 的一個作品叫《無性繁殖》 對 然後呢 《一名驚人》 三年過後 再回去演了一個叫 《2660》 也是改編 南美非常重要一個 當代的作家的作品這樣 然後一演出是12個小時 這位年輕創作者呢 就是 年紀輕輕上爆發力很強 一開始就停不下來這樣 所以 第三個作品就是 即將要帶到海灣來的 也是很長的 叫9.5個小時的創作 那這個創作的名稱也很長 叫做《玩家》 《毛二世》 《名子》 那聽起來感覺就是 好像是三個 三部曲對不對 好像就是有三個事情要發生 沒有錯 其實就是 他改編 又改編了 就是改編了 另外一位美國非常重要的作劇作家 作曲 作家 叫 Dandelillo 唐德里羅的作品 然後是三本 然後 但是這三本其實 有關聯性 但他其實不希望大家 用三部曲的方式來看他 所以他其實 在創作的時候 第一次首度在 歐洲首演的書 他其實是可以分開來看的 就是你可以一天只看一部這樣 分三天看 分三天看 把它當成三個作品看 然後你也可以一整天的 就是九個半小時把它看完 所以這也是 兩天第一次共製一個 這麼年輕的 創作者的作品 我們在去年 2018年的時候 參與共製的這個 這個年輕創作者的作品 然後首次在亞威諾演出 那 大家可能因為不認識他 但我可以 講兩個事情 讓你知道一下 他真的受到很大的歡迎 就是今年的衛報 就 大家都知道Yvonne Vanhoef對不對 Yvonne Vanhoef已經來了很多次 就是 荷蘭阿姆斯特丹劇團的 這個非常重要的導演 《衛報》在今年就 發了一篇文章就說 就是在繼Yvonne Vanhoef之後 到底還有誰 是現在我們值得期待 最重要的當紅的導演 他就是其中一個 那你會說 那是《衛報》講的啊 沒有 Yvonne Vanhoef在今年的 三月份就真的邀請了他 去了他的劇團 幫他的劇團編了一個 這個Dandelillo的第四本小說 叫《Falling Man》 講的是911的這個事件 所以 不是只有衛報認為 連Yvonne Vanhoef都認為 他真的很棒 所以我們 真的是重金禮品 這個作品一定要來看 因為他不只節目很長 他錢也很多 十足飛很高 我們不能在 直播的場合講成本的事情 我沒有要說數字啦 但是真的是一個 就是什麼東西都是 scale非常大的一個創作這樣 好 那我們先讓大家看一下片段 欣賢可能會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影像的由來 以及特色 我們先讓大家看看 我們先讓大家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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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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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就是这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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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